哈喽大家好,小黄说房车 最近的话有比较多的车友咨询小黄 在房车内部横床和纵床的两款布局该如何对比选择 那么今天小黄就来对比一下这两款布局 首先小黄来各自说明一下横床和纵床这两款布局的优点和缺点 咱们先说一下横床 那么近一点横床的功能分区是比较明显的 汇客区就是汇客区 每一个都是独立成块 第二点其实也是跟横床这款布局有关 因为它的卫生间如果摘取这种固定的方式的话 那么它会形成一个汇客区和卧室的隔单 会保障卧室区域有一定的隐私空间 第三点固定横床的宽度是可以做到比较宽的 通常的话可以达到一米二到一米四之间 那么基本上能够容纳两个成年人的一个睡眠 第四点横床的储物空间是比较大的 它的整个横床下部 说那后部可能存在的冷骨区域 以及做的一些电池或者是逆变器的这种储备空间之外 都可以作为咱们的一个储物空间来使用 如果做单层横床 咱们可以将横床做的高度多高一些 那么下面的储物空间会更大 像咱们的雨具吊剂 以及户外的餐桌椅都可以放置在下面 第五点横床的可塑性墙 什么叫可塑性墙呢 就是我们通常可以看到 在横床区域可以做一个上浮 而且上浮的话可以做固定的 也可以做一个电动升降的吊床 也有之前比较多的车友 因为横床尾门打开之后 是一个天然的观景的区域 咱们可以将横床做成一个对卡座 那这样子的话 在后部 在利用中间的升降桌 就可以吃饭 然后聊天 顺便看一下车尾的一些比较美好的风景 之前也有车友将整个横床 做成一个优势型沙发结合中间的升降桌的 那这样子的话 后部整个也是很大的一个会客区域 那么说完以上的五点优点 咱们再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点 其实这个缺点很明显 就是咱们进入到横床布局 这种车型内部 会感觉到内部的空间是比较压抑的 由于中间有一个卫生间 作为一个视觉上的阻拦 所以您看到的视线区域 这个范围的话基本上就局限在会客区域了 第二点的话也是限制了很多车友的考虑 就是横床它的长度是受限于车体内宽的 比如说行权顺 它是一个1米76的内宽 那么这个横床就可能只能做一个1米76的长度 如果像V90 咱们可以做到1米8甚至1米85的内宽 这个横床长度也就是1米8了1米85 对于咱们有部分各高的车友来说的话 这是很难受的 说完横床 咱们再对比一下纵床 那么其实纵床它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横床优点和缺点的一个互换 第一点 进入到纵床部署的房车内部 给人的空间感会比较强 会觉得车里面空间会显得比较大 第二点 很多个子高的车友会选择纵床 因为纵床咱们可以做到2米 甚至是2米1这个长度 同样 纵床的缺点也很明显 分区不明显 导致卧室区域的话没有隐私 第二点 固定纵床的宽度 它是受到限制的 一般的话也就是80到90公分之间 那么这个宽床的话 容量两个成年人的睡眠 还是有点勉强的 第三点就是纵床的储物空间 因为它在车体侧面 空间会显得小 它是一个纵身比较深的这种方式 拿取物件也会比较不方便 好的 对于横床和纵床的 这两款布局的优缺点的介绍 这样一比对 相信很多车友 自己心里面都有一些选择 那么小黄也是结合了 很多车友的反馈之后 对于这两款布局的选择 其实如果按照优先级 从高到级的话 优先会选择横床 如果横床没办法满足 那就只能选择纵床了 那么小黄本期 对于横床纵床 这两款防车内布局的对比和介绍 就到此结束 下期视频再见